母后觉得味道如何 母后觉得味道如何 这道羊蛇鲜嫩味美 只可惜陛下食宿 错过了这人间美味 只要母后觉得好 儿臣便心满意足了 传赏 你不喜欢 胃童小辣 可我觉得好好吃啊 陛下 这说到美食呢 微臣想起了宋人的一道菜 叫狮子下酒 那才是别有风味啊 狮子下酒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说这宋人追求什么 明师风度 爱饮酒 不爱洗澡 浑身上下长满了狮子 喝酒的时候呢 没有下酒菜 干脆就从头上摘下一个狮子 用来下酒 你要干吗 王妃 万万不可呀 干什么呀 陛下 楚衣就想给大家跳一支舞 你看他们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胆小啊 原来如此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 走 parlar 整天 哪些 伤口 数kell 五带 enormousl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狮子下酒 没煌烦了吧 陛下 陛下 你要为老臣做主啊 陛下 陛下 请为老臣做主啊 陛下 臣有要事禀报 你看 这些箱子 当真是从摄政王府运出来的吗 我的暗桩在摄政王府潜伏日久 发现这三日 荣旨打开库房 一直在盘棉府内的金银玉器 可见 他为了援助霍玄 不惜担用私库 如今 摄政王丢了这批财物 就无法解决军饷之困 之前的细誓旦旦 全都化为了笑谈 你说 他是不是丢脸 丢到天边去了 不只是丢脸而已吧 不只是丢脸 荣旨向来喜欢装腔做事的 没想到 背地里面这么会敛财 如果皇上看到这些箱子里面的金银珠宝 他肯定十分惊讶 原来 他清廉的好摄政王 是个贪财的助宠 你是说 一会儿啊 清点一下 带箱子跟我一起入宫去吧 是 皇上驾到 陛下 摄政王 这些就是你师妾的军饷吗 是 臣精心筹备 没想到半路被劫 还好我早有防备 在箱底铺了层沙子 才能一路追踪到此 陛下 你师妾军饷 是想干什么 是要颠覆朕的江山吗 是要颠覆朕的江山吗 陛下 请听臣解释 臣这么做也是为了大魏的江山考虑啊 你说 朕等要看看 你还能说出什么火来 臣眼见摄政王足不出户 却放言愁措 心里十分忧虑 就格外地关注了一些 今天得到了线报 说摄政王为拉拢霍玄解决困境 不惜大义凛然地用了自己的私库 我转头一想 这事不对啊 哪里不对 第一 霍家军是我们大魏的军队 摄政王为什么要用自己的钱来养兵呢 除非他早就跟霍玄勾结 这三十万人已经变成他们自己的人了 第二 这三十万军饷 光靠摄政王的日常进相 哪能填得了这么大的窟窿呢 莫非 摄政王早日里 也敛了一些不该敛的财 所以臣疑虑重重 找了人探查了一下 如今水落石出 令人震惊 陛下 您看看这些箱子 是摄政王的金银珠宝啊 更是搜刮来的明纸明膏 如今 他想用这些钱 把大魏的军队收为己用 真正 奇心可诛啊 你 你怎么不早点说 这是假宫祭司 心怀谋逆 臣念及多年情义的份上 又怎么忍心呢 所以徘徊犹豫 连宫宴都没有参加 就怕一个弄不好 至亲不合 君臣离心 更怕激怒了摄政王 来个愚死网破 不死不休 摄政王 你可有话要讲 沈玉 卑职在 你亲自打开箱子 让陛下看一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 康王 你好好看好了 这就是你口口声声 说我敛财私吞 收买军队的证据 给我打开 谁给我打开 陛下 微臣闻着味道 似乎是我们军中 随处可见的马粪呢 给我打开 这 这里一共二十只箱子 全都装着马粪 不用再找了 不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顺着我顺及陷害 一定是 随便 就你 你 人 我 你 然 你 你 投措军饷的办法 这马粪 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靠马粪 是 二十箱远远不够 可驭马间 文武百官 贵族富户 还有军营中不计其数的战马 马粪积累多年 无处安放 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当作肥料油 至少可以减缓 前线的紧急情况 可如今的马粪值钱吗 值 农民可以用来种田 富贵人家可以用来养牡丹 只要数量够 就可以卖得大价钱 这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 陛下 摄政王这叫一箭双雕 此技大妙啊 一箭双雕 朕都有点被你们输糊涂了 摄政王用马粪卖了赚钱 一 可以缓解前方的军相危机 二 可以给我大魏的敌人 造成心理威慑 我大魏的马粪越多 证明我们的战马越多 战马越多 骑兵越多 这正是我大魏纵横天下的优势所在 所以敌人能不害怕吗 只是摄政王用卖马粪挣钱这种方式 传出去实在是有点损我大魏的威名 只要能让军中将士温饱 让百姓平安 被笑话又怎么样 更何况主意是我出的 要笑也笑不到陛下头上吧 我是打定主意要做这个马粪摄政王 谁都别拦着 马粪摄政王 是 舅舅 亏你想得出来 只可惜摄政王的一片苦心 却被康王误会 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殿下 我 摄政王 我一时糊涂 错怪了你 都是我不好 你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这一回吧 知错能改 善莫大业 你我二人更谈不上原谅二字 康王 快起来吧 康王今日所为 不失大体 你原谅他了 朕还没原谅他呢 臣有错 请陛下责罚 从今日起 你就好好待在府中反省 什么时候脑袋清醒了再出来 是 是 舍者王 好手段 康王不必动怒 上次你派人刺杀留宋公主的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这回 你又把累赘的马粪搬回来 怪得了谁呢 刺杀留宋公主 证据呢 你派去的都是死士 又能有什么证据 不过世事无常 不会每次都没有破绽 好好看着你这个表弟 下次再闯祸 你未必兜得住 马粪你要是喜欢的话 就留给你好了 顺便把王府的门修一下 刚刚沈玉进来的时候 不小心打坏了 沈玉 我们走 殿下 就这么忍了吗 你自己愚蠢地上了当 还有里面跟我讲话 好了 起来 来 起来起来 没有什么灰心丧气的 我们也不是没有收获 收获 你以为这些马粪 能凑得了三十万人军响吗 这些鬼玩意儿 最多撑上十来日罢了 容止今天的所作所为 恰恰证明它心虚 走着桥 大队靠马粪 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到了军队 饿得肯白骨的时候 我自然 会找容止算账 王妃 王阳为人虽跋扈了些 却也是护不上书啊 是殿下用得着的人 你这样做大大得罪了她 将殿下陷于不义之地 明日殿下还得备齐了礼物 上门亲自赔罪 你身为她的妃子 却不能为她担忧 这实在是 停车 秦月 跟我去逛逛 走 王妃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殿下临行前 嘱托属下立刻送二位主子回府 那你立刻送马瑟妃回去吧 走 走 主子 这该怎么办啊 先回府吧 回府我们 怎么跟社长文汇报啊 如实汇报呗 郎君 要买花吗 这花不好看 这花更娇艳 来饶摸一把 怕什么 我是大宋 远道而来的贵客 有的是金银柱 怕我不给钱吗 怕什么 放开了 这里是大魏连处 你怎么敢在这儿团 太过分了 大魏千方百计 求来了大宋公主 我们这些使臣 竟然也是贵客 谁要是得罪我 就是有意挑起宋贵纷争 你太过分了 就是使臣又怎么样 欺人太甚 使臣又怎么样 能当街欺负人吗 使臣就是了不起 你们能怎样 来 来 来 我帮你 你是什么人 收拾你的人 你是大宋人 不怕引起宋贵纷争 你就逗我试试 走 别动 别动 看 看看 什么字 说呀 罚什么啊 蠢子 汉字都不认识 还说自己是大宋人 我还说呢 自古做坏事都心虚 少有自曝加盟的 你哪儿来的 口诈人士的无赖 却来是个冒牌货 说 为什么冒传大宋人 说 我就是大宋侍臣 巧了 我是大宋公主 千月 大国府 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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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知道回来啊 又生气了 怎么心仰比真家还小 你还不认错 王妃 快别惹着殿下生气了 快给她赔个补手 不需要 我跟你说啊 刚刚我在路上 遇到有人假冒送死 被我伸手抓回来了 假冒 嗯 不信的话你去看啊 怎么样 瞧见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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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